平川爱说恋静 天天聊魔术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本场对抗能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选择的是 TR归岛 嘿 又是归岛了 出身在地图 左上角是蓝色的人组ID FQQ 大Q神 本场对抗又是他非常典型的开局 双敲 祭坛 没有造兵营 那接下来的话他估计要是造一造 否则对手上来硬莽的话可能会把你莽穿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边 红色的不四足 ID叫踩踩踩 嘿 还挺压运 好 开局的话拉一个小尸身去侦查一下 英雄选择我们看一下王林选择的还是DK死亡骑士 一个比较常规的开局 FQQ的话选择的嘿 又是自己擅长的血法师 这张地图如果对手不知道这是FQQ的话 FQQ打法会非常的爽 各种卡位练机 一个英雄几乎可以把50%的点全部扫了 非常爽 好 王林的话是一个科技蜘蛛流的开局 并不是狗流 这边放下了坟场 那前期的话如果是科技蜘蛛流开 DK那可能是抓对手练机 自己的话不太好练 好 FQQ宣法师出来了 开局的话来了 民兵一枪 多个啊 一二三 一二三 应该是七个 七个上来放火一烧 五个兵全给你烧了 那接下来的话位置卡一卡 对手的话侦查了大半天 终于找到了原来他在这 一看没有兵营 看看这个王林有没有想法 好 只是英雄去骚扰一下 那这边要赶紧练 赶紧练 双锹祭坛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要是正常锹 对手过来能抓到你练机 但是你双锹的话贼快 对手过来你验的也是七七八八 DK抢了一个野怪 25经验值 这边两个骷髅要混水摸鱼 可以的 这个王林还是有想法 杀两个农民 一刀 再来一刀 好 血法师到了二级 有抽燃的能力了 接下来可以消耗一下DK DK再杀一个 诶 这一波的话 七个农民去了 回来两个 哇 亏的有点大啊 这一波FKQ打了一个血牌 DK的话一看农民回家了 那接下来要揍你血法师 好 FKQ的话只能够去王命天涯了啊 有种你追我 对方说追就追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家里的话 FKQ继续敲一波民兵过来 我英雄带你逛街 但是并不耽误我练机啊 民兵一敲我又练起来了 血法师讲究的是快到三级啊 三级之后这个节奏就舒服了 那王林呢 现在看看蜘蛛有没有出来了啊 好 蜘蛛终于开始出来了 要开始给FKQ一点压力 FKQ这里偷偷的又练完一个点啊 血法师的话2.6级了 那还差多少啊 还差个118点经验值才能到3 这边家里的农民状态并不是很好啊 商店也没有造 那王林想不想冲一波 FKQ又一次强民兵出去了 继续练 真的是扛着压力来练啊 王林是直接硬冲 哎 这里要小心啊 DK的位置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围住了 好 蜘蛛来了 一个蜘蛛 第二个蜘蛛马上也要来了 这边FKQ就是速练三级 用家里的建筑学啊 用家里的小农民来扛时间 好 这边双线 围杀一个小蜘蛛 不错 血法师金冠一闪 直接到三级了 那DK这边身上也没什么蓝了 蜘蛛在哪儿 蜘蛛的话还没有出来 他就出了一个蜘蛛啊 这边出一个蜘蛛 FKQ的话得找机会去进攻了 血法师回家 有种你再来 是吧 我血法师现在可以抽你的蓝 虽然你已经被榨干了啊 血法师现在魔法值也不少 赶紧造个商店吧 科技倒是有点慢啊 到现在还没有去升科技 前期的话真的是暗民如此啊 全靠小农民给你扛压 FKQ继续敲民兵 这个血法师就是急性练级啊 来 我们看一下 亡灵这边二本即将升好 嘿 这个不死足 感觉用到一半 他不想用蜘蛛流了 又开始出小狗了 有点犹豫 那FKQ表示 你干啥我不管 反正我先练到五级再说吧 这边的话又是一个七级海归练掉 练完之后接下来 可以去卡位练级了啊 刚才的话没有造商店 那现在造个商店 买几个机械小动物啊 又可以去绣了 哎 这个残血的小民兵赶紧走 那血法师练不了了 哼 一个点敲两拨民兵 这个待遇非常的高啊 这如果能卡位练级 确实效率非常的大 应该是性价比很高 这民兵敲的啊 真的是 太亏 亏经济了 好 家里依然还是一本 亡灵的话二本已经早早就升好了 FKQ这边打了一个加九的公爪 加九 加六 十五的输出 额外输出 那亡灵现在的话是拉着小狗来练啊 没有出蜘蛛了 好 这边 慢了一天 小农民状态恢复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搞几个小动物了啊 一个小动物一人 再买一个小动物 两个小动物啊 这个小动物是个小青蛙 接下来的话看看 好 一个公爪卖掉 加六的公爪卖掉了 那这个小动物可以往前这边走 然后这个小动物呢 看看是不是要放到这 哎呀 小师生看见了 这边有个削法师 那削法师一看 迟早是个祸祸啊 这个小师生 先把它给干掉再说 好 凭个一几下 带走 这边的话 二英雄 亡灵二英雄 巫妖也出来了 那FQQ 他敢去练吗 好 单传 单传到哪了 哦 单传到这儿啊 有点慢 这个小动物跑得有点慢 那直接自己带一个小动物过来 另外一个小动物可以换个方向 好 这次一个小兔子 小兔子一放 芝麻关门 这边按个H 记得小动物站好位置是按个H 不是按S 按H他就不动了 然后直接放火烧 这边烧的同时 要解决这两个远程怪 这两个远程怪可以打到血法师 血法师抽点来 再放把火 来 两个绿皮解决掉 两个绿皮解决掉 接下来就慢慢玩就可以了啊 慢慢玩 放火的时候先万注意啊 不要把自己的小动物给烧死 对手的冲击波是打不死这个动物的 再放火一烧 哇 这个点练得贼爽 打了一个战戈之谷 那练完这个点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隐身 买个隐身 即骚扰一波亡灵 家里的话 二本终于开始生了啊 好 隐身有没有 隐身一买 但是单纯CD暂时还没好 跑过去 放完火啊 差不多了 亡灵这边的话 嘿 你说巧不巧 对手早早就出了一个阴影 看来打谢法师的次数有点多 知道的话 哎 阴影在一切看在眼里啊 哎呦 这个残血的小狗 过来谢法师说 嘿 刚好你就来了啊 解决 好 亡灵 由于有提前预警 所以小尸身可以提前跑路 那这一波的话 谢法师占据一个不错的位置 来 小狗你敢不敢来 你敢来的话就火烤小狗啊 那这边亡灵 不能不处理它 你不处理它 对手就把你的矿盖子给掀了 这里放火一烧 狗 哎呦 这个火 还是一切小狗干掉 那亡灵的话 大部队回来 哎呀 DK的话 一看 对手顶了个无敌 也只能撤 这谢法师一个人在这里 无法无天啊 继续烧 看能不能把这个矿盖子给烧掉 小无敌已经交了好 这边直接撤 那雪法师的话 嘿 你以为他要走 没有啊 他竟然跑到这 但是这也有个问题啊 这个雪法师没什么蓝了 没什么蓝 这里野怪没有蓝可以抽 那只能平A了 这样的话练几的会比较的慢 刚才小金娃也是提前站好位置 这一波FGQ的话 单纯 确实很秀 只是雪法师撞他一般般 好 有蓝了 可以再放火烧一烧 凭A进来的话 还是有点慢啊 虽然说你有一个加9的攻转 那王林 现在终于可以大军出动了 家里刚才被搞得有点难受 FGQ 练完这个点 直接开矿 边进攻 边开矿啊 这个节奏确实舒服 雪法师 舍不舍得放一把火 野怪的话 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 放火一烧 刮刮的 嗶嗶啊 七级海龟倒下 小鱼人的话 也是瞬间清理掉 雪法师 这九分钟啊 直接五级 确实贼爽啊 好 雪牌 nice 这里要不要再过来一次 不过这边的话 有阴影在 你也没隐身 好像效果不好 好 王林 也选择继续开矿了 雪法师看见了没有 往这边瞧一瞧 看一看 尽量绕开你来啊 王林现在是3-2的一个等级 也是打了一个加9的攻转 另外一边 FGQ这个矿 开的贼爽啊 对手暂时还没有发现 好 这边阴影去看一眼了 一看一眼 哇 这来的有点慢了呀 好 家里的话看看 女巫隐身暂时还没好 没好的话 只能去买 或者去等 阴影过来一看 呵 开矿了 开矿了 那王林现在 有没有有点慌 这对手这个矿开的确实有点快 好 雪法师又单传过来了啊 刚才的话 小动物又安排过来 这两个小动物确实贼猛啊 过来 我这边的话 越过你的阴影啊 直接胆传过来 放火一烧 小狗又小 好 小狗 看见把这个小动物给干掉了 王林还是有点戏的啊 小农民想抢修 一发C 现在五级雪法师 吃个雪瓶 抽一下你DK 我又有弹药了 这边又一发C 来放火 再一烧 哇 火烤王林 这边王林能不能休 能不能休 雪法师再A一下 哎哟 A不出来了 这乌鸟一发弄啊 雪法师小成本扛不住了 幸好啊 有个雪牌啊 没有雪牌早没了 好 王林这一波还是守住了守住了 但是王林这个经济是真的差呀 这边只有两个农民采矿 这边呢 矿还没好啊 最多也是两个农民 两个矿 四个农民采 这还不如别人一个矿 这边的话 阴影看见队里有矿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 好 FKQ这里继续隐身不 确实继续买隐身 家里的话 哎 按道理的话 女巫可以给你隐身了呀 买一个买一个隐身 有钱没出花 来了 这一波FKQ看一下 嘿 分矿有 主矿有 先分矿 放一把火 两个农民 啪啪啪直接倒下 结果双矿在手 经济采矿效率比对手高很多啊 王林的话好 主矿造农民到分矿去 那你主矿的农民也赶紧不齐啊 这一波 血法师的话好 有男巫加血 有女巫隐身了 可以省钱了啊 那接下来是三本升级当中 三十九龙 双矿 三十九龙 后面一百人口失救 哎呀 王林这个经济现在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啊 血法师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五杀农民啊 对手看看有没有阴影 再好 主矿是有阴影的 那分矿呢 好 五个农民站好 没有阴影 这 放火一烧 看能不能实现五杀 UBO 放火一烧 倒下 三个 四个 好吧 五杀完成 五杀农民 解决掉 王林直接退出游戏 这确实打击比较大啊 五个农民一瞬间被清理掉 好 我们恭喜FQQ 这一局的话 FQQ开局稍微遭遇到了对手的一个伏击 但后面越打越迅 越打越迅 好 喜欢奔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